各位網友,今天會介紹第24至26集的內容 以及討論一下哪一個是最終的終極魔王 首先是第24集,貝爾是插隊和阿雷對戰 貝爾製作了一個LGear,然後是阿雷VS伊利亞 我們先看看對戰片 先 LGY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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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集那場對戰有一個絕招要到罪惡粉碎 這個罪惡粉碎又製造一個氣流在上面這樣吹下來 令我想起了這個鋼鐵戰魂很神經刺的那一招 不過神經刺的招勁他多少 嘩這個罪惡粉碎裏面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迫到他出不去那樣 就像這個超式的黑帝斯那樣 不過嘩 鋼鐵戰魂這個真是帥的 第26集就是貝爾去挑戰一下他 我們看這裏戰 那之後那些對戰都不斷被人擊敗的 那最後有一場呢 那當然他就會見一下這個聖獸 一見聖獸大家都知道結果是怎樣的了 記得嗎? 那些特戰都不斷被人擊敗 後織被人擊敗 還在八次被人擊敗 死其廟 祝你 要進步 尊敗 弱 前途因為 用 X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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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DDDD 這場對戰中有一個黃金魔龍貝里亞出現 好像GT一樣 GT也有黃金魔龍的 這個影響我認為就是 拉下都會向貝爾宣戰 這個也是下一集的內容 還有這個貝恩就是P君 我之前說過,用鳳凰那個,就有機會因為這件事對貝爾產生興趣了 即是跟阿輝超Z那個一樣,他又是對這個勇格的共鳴很有興趣 就當他一個玩具這樣玩了 我開了一個Discord Group,就可以獲取一個最新的資訊 還有這個影片的PPT,即是PowerPoint也可以在這個Discord上找到 有興趣就可以按一下下面的連結,資訊都有了 多謝大家了,這裡 10月2日,會出一個Db All in One Battle Set 裡面的東西不說了 這個貝尼亞金貝尼亞,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出了 動畫也有出了一個黃金魔龍的 這個就是另一個大大的組合包 就是Special Status Set 裡面那些我都不詳細說了,因為很多人都說過了 這些東西 這些之前10月或者11月都出過的這些商品 其實都是有一個共通點,都會有一個突破性的功能在一個系列裡面 就是可以拆Layer,超Z覺醒,無限鎖和界限突破的 貝尼亞也是有提高抗爆抵抗的功能的 好吧,終於講一講今天的重點就是 終極魔王究竟是誰 拉夏多還是貝恩呢 好,我之前做一個小小的調查 就是問哪一個是Db魔王 其實貝爾就一定不會是 伊莉亞也不是 其實 霸斗更加不會是 之前有人說霸斗是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最有可能 都是這兩個 有一堆人選了P君鳳凰使用者 其實我找一個譯名叫貝恩 暫時就叫貝恩 只有15%是頭拉夏多 說一個什麼叫魔王先 那些人經常說魔王 其實什麼叫魔王 還要基本說起什麼叫魔王先 第一樣東西它是要具有危險性的 它就會很喜歡打爛別人的陀螺 第二就是主角的頭號敵人 第三就是這個角色的地位是一定要高的 第四就是對這個劇情發展 是一個重大的影響 好啦 那接下來呢 有些什麼內容 這個27集 大家預告都看到了 那先講28集 28集有個空中決戰 那會不會是那個貝恩出來了 其實你看到魔王復活 那就是28集這一集 貝尼亞就會被人破壞了 一定被人破壞 被誰破壞 被貝恩 或者是拉夏多 不過拉夏多已經沒什麼機會了 這個呢 這個貝恩呢 我懷疑就跟這兩個人有關係 你記不記得他們是誰 阿輝和克思 這兩個 那這兩個其實呢 是兄弟來的 那這個貝恩又跟他們有什麼關係 就是這個貝恩 那我猜就是 會不會是這個 親戚呢 那其實黃先生 即是DB那個黃先生連裝 和那些 和這個組長總長都是有這個親戚關係的 那這個又不知道會不會是親戚關係的 或者有可能是 是當他模特兒 那這個 就是這個 當阿輝是模特兒嗎 會不會是模特兒呢 即是好像這個 甘道文雅 就當這個貝尼是 模特兒 然後製造一個魔法魔龍出來 即是會不會是這樣呢 那一堆人是覺得 這個 這個 貝恩就是DB魔王 那其實是不是呢 那我們想想一層呢 那就看看吧 那有時候看的就不要看表面了 那我們要想想一層 去看一看這件事 那你現在看到 夏多呢 就好像配角那樣 看到嗎 咦 為什麼拉夏都會在第二 在大黑天後面 還在前那些配角 霸佬在這裡 嘩 這個拉夏都不簡單了 他的角色地位呢 就是僅次主角的 好 那就看看 GT GT那些魔王 那就是Delta Alpha 和這個 格溫的 那一開始這個 Delta哥呢 很Boss 那去到第28集呢 Alpha登場了 Alpha登場之後呢 那就打低了 好一把戲 這樣打低了Delta 那之後這個 Alpha很厲害 厲害了 一排之後 就開始很差了 那差到這個 這個 輸了給格溫了 輸了給格溫 那 所以呢 他就是一個 中魔王 他不是大魔王 一開始好像很霸佔 好像大魔王 那其實他只是一個 中魔王 那格溫就是大魔王 Delta只是一個 小魔王 那其實有大中小之分 魔王 在GT裡面 那其實為什麼要拿GT來做黎智呢 因為GT是很像DB 你自己看那些 即是劇情的特色 是 即是相似的 那另一樣東西 都相似的 就是 28集 28集 GT28集 和DB28集 魔王似乎會登場 看到嗎 那還有這個 它是 10月1號 那記不記得 那個 刀黑包是什麼時候出呢 是10月9號出啊 差不多日子出的 那所以會不會有 這個貝恩 會不會和這個 阿弗有同樣的遭遇 就會變成一個 小小的魔王 而不是一個 最終魔王呢 那這個大家要想一想 那這些 我之前就說過了 那我不詳細說了 那錄一錄就算了 這裡 嗯 那那下都會怎樣 黑化呢 那第一 可能會受到 貝恩的影響 第二就是 妒忌 這個 貝爾共鳴 第三 想超越這個偶像 阿花斯的 那我也幫他 起了個名叫 Copy仔 大家都可能之前聽過 為什麼叫Copy仔 喂 追星這樣 Copy人的武神 這個 勇者武神 和這個 DB的武神 都是Copy 眼色就是他的 陀螺了 還不是Copy仔 多麼崇拜他的偶像 好啦 終於來到一個 小小的總結 那一開頭 28集 我猜到會摧毀了貝爾 之後也有可能 是打低了 拉夏多 那之後 就 那他就進化了 他進化了之後 又訓練 可能又參加了一些 比賽 那 拉夏多 會怎樣呢 那我猜他就可能 黑化了 他可能黑化 他可能黑化 之後就周圍這樣挑機了 挑完機 就可能打低了 這個 波士 就好像這個 阿佛就輸了給格雲 那樣樣 那然後他就成為了這個 最終魔王了 就是這個最終魔王之後 就可能和這個 和這個 主角對戰 嗯 他會 那所以 總結就是 我認為 背因子 是一個 小魔王 而 拉夏多 就是一個 大魔王 了 那 清楚了嗎 所以 人時看東西 不要看表面 想心一層 結果 就可能不同了 好啦 那我今天的時間 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那有興趣就加入我的Discord Group 好嗎 多謝大家